Hello 大家好 我是杨哥 最近有很多的粉丝发现了就是 新仔他也有自己的这个自媒体账号 虽然这个粉丝没有多少 然后播放量也不高 但其实我今天要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 就是新仔先玩的这个自媒体 先玩的这个拍视频 然后我的账号呢也是他在玩了 一个多月以后强制的给我注册一个 然后他就说 媳妇你也玩吧 那个就是两个人拍着 倒是没想着赚多少钱 就是想着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就以后看一看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当时我还挺不看好的 我觉得我也不怎么会说 我感觉也不是什么玩网络的料 所以注册了这个账号以后 就有两个月的时间吧 就是都没咋发视频 我也不看该认证的东西也都没认证 后来呀偶然的去了一次夜市 然后虽然拍的视频吸破烂 然后又晃又什么的 但是那个视频好像是播了 就是有四万次吧 然后就忽然就觉得上瘾了 然后就会很兴奋啊 看着那个播放量 自从有了一条播放量高的这个视频之后 我才会抽一点时间去更新一下 那我现在呢也有一百多条视频 然后有一万三千个粉丝 然后反观新仔那边呢 就是不知道怎么了 当他到了这个五千粉丝的时候 他那个账号就只有一百几十个播放 然后粉丝就也是涨啊掉啊涨啊掉啊 就是不涨了 那个号也不知道是怎么了 我这个粉丝是属于匀速上涨的啊 然后就是然后播放量还算稳定吧 就虽然最近的播放量没有那么高 但是怎么超千总是有的呀 然后这个也有很多固定的粉丝啊 在支持着杨哥 然后还有呢 一部分人就每天在劝离婚啊 就是等着接盘啊什么的 然后今天新仔就跟我说了实话啊 就是他说他非常不开心能够看到这些话 然后就有点不太想让我玩了 就是你拽着我玩 然后现在看到那个粉丝们的回应呢 他又觉得接受不了了 我也跟他解释过了 我说就大家就开玩笑 为了可能是这个网络的效果呀 那你看粉丝要有互动嘛 是吧 然后所以人家是每天也是支持你的一种表现吧 我觉得是这样 就不是真事吧 你们说的是不是不是真事 他就感觉是真事 或者我应该怎么跟新仔说 他就担心这个还有的粉丝是本地的嘛 就他觉得离得太近的 就我要怎么跟他解释 怎么就是跟他形容才能安心呢 就一定要不玩了吗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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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